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业于专业艺术学校 以前她从未学过表演 她大学上的是会计专业 专业完全和表演不搭的秦岚 是如何成为一线影视明星的呢 这就归功于母亲从小对她的影响了 秦岚出生在东北 家境富裕 妈妈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 一开始从事会计工作 后来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事业 母亲从秦岚小时候就告诉她 女人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来打拼出一番天地才有安全感 坚决不能靠着某一个人来过日子 要独立 要走自己的路 母亲的经历和教导对秦岚的影响非常深 秦岚感受到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的魅力 所以从小时候秦岚就立志将来要做个像母亲那样的女强人 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有独立的思想 靠自己生活 秦岚的心里早就有了做一个独立的女人的种子 机会来了 一次秦岚无意看到了全国手艺杯大赛正在报名 她背着爸妈报了名 虽然父母不支持 但是母亲身上那种执着的性格基因已经植入了她的骨子里 不管父母如何反对 她都坚定不移 偷偷地苦练模特基本功 为了实现梦想 还为满二十岁的秦岚去了北京 成为北漂一族 和其他女孩已在九平方米的屋子里 刚到北京时 秦岚感到很不适 但她已经继承了母亲性格中的那股韧劲 吃得了苦 瘦得了罪 她每天练到凌晨两三点 学个猫步 就学了四天 脚上练出炮 最终夺得了大赛模特组全国金响 后来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秦岚进了演艺圈 出演了《还珠格战三》 又见一脸又梦 南京 南京 等剧刚入行时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 秦岚很多时候都觉得力不从心 但她想 没有系统地学过表演又怎样 只要心中有梦想 并敢于朝着向往的方向奔跑 一点一点进步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演员 她逼着自己学少舞 苦练演技 如今凭借着演习攻略 又火了一把 秦岚感谢每个阶段不同的自己 更感谢女强人母亲从小对她的影响 如今能有如此成就 与她从小形成的感创感想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而这种个性的养成与母亲是分不开的 可见 母亲的性格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母亲如果胆小 内想 孩子也容易怯懦 退缩 不敢当众讲话 修于表现自己 母亲如果坚毅 果断 孩子也容易成为生活的强者 性格不仅决定着孩子的心理健康 幸福指数 人际关系 还决定着孩子长大后 能否取得工作和事业上的成功 要想让孩子形成有利于成功和幸福的性格 父母们要做到以下三点一 完善自己的性格 父母要坚强 勤劳 玩 通过言行影响孩子 比如守时 谦逊 诚实 这些优良品质 是孩子将来能否幸福和成功的关键 教育孩子做一个有礼貌 懂分寸的人 孩子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讨厌 人生之路就能少告很多阻碍 三 父母要从小向孩子灌输正向的价值观 比如要告诉孩子人要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做人要有原则和底线 要让自己的人生精彩且有意义 不是谁都值得同情和帮助 要帮助值得帮助的人